来袭花莲市区出现了多数路数倒塌还压断了电线杆 造成多个乡镇大停电 而在昨天凌晨零点开始 预警性封闭的苏花路廊 苏澳到重得断 下午两点过后已经恢复通行 清洁队手拿电锯准备将一颗横倒在路边 长约十米的大树给锯断 停在一旁的小客车车损相当严重 不止挡风玻璃全碎 就连车顶的天窗也被倒塌的大树 给硬生生查进车里 若是当时车内有人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听到碰一声 我就起来看我是不是这个打下来 花莲吉安乡的一处巷弄里 十一号深夜两点 有民众在家中听到一声惊天巨响 吓得赶紧出门查看 这才发现有大树 疑似不敌强风豪雨硬声倒下 公所人员获报后赶紧派员前往现场 进行清除作业 你要跟我们通报说没电吗 没想到花莲市区惨况还不止一处 在吉安乡的甘城村也出现树木不敌 强风被吹倒的情形 不过由于旁边有电线杆 电线杆被断裂的树木挤压 导致接触检脱落 造成多个乡镇大停电 总共影响3353户 执行员警冒着风雨 在马路中央做交通指挥 因为在12号凌晨0点起 全线预警性道路封闭的苏花廊道 苏澳至崇德路段 终于在下午2点恢复全线通行 也提醒民众要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 九层金夜夜花联报道